它有一定的壯陽的效果 但是這個壯陽的效果 它是要是和中藥來比較起來 它的力量是比較弱的 實際上我們中醫選擇中藥 我們會選擇韭菜籽 也就是韭菜來接的這個籽 它就是一種常用的補腎壯陽的一種中藥 它比韭菜它的壯陽補腎的中藥要強一些 我們韭菜籽和其他的中藥配合在一起 入藥來煎 用水煎著附 一般它的選擇的這個劑量呢 成年人的話我們選10到30克都是可以的 因為韭菜籽它沒有明顯的毒性 也沒有明顯的副作用 就是它的這個劑量的選擇範圍 可以適當的這個放寬一點 10到30克都沒有什麼問題 它的補腎壯陽的作用也不是非常強的 你說要和鹿茸和這個肉沖茸 和枸杞和八季天等等這些中藥比較起來 那麼韭菜籽它的補腎壯陽的作用呢 相對呢就弱一些 那麼是韭菜呢 那就更加這種補腎壯陽的作用就更加弱一些 只能說它有一點點作用 我們經常吃長期吃它還是會有一定的作用的 但是如果說你寄希望於吃一餐兩餐韭菜 就是你的新功能能夠得到很明顯的改善 那這個是不會的也是不可能的